神秘山村惊现大头娃娃 看到他头慢慢慢慢就真大 他到底得了什么病 难道17年都未曾医治 巨毒少年的命运将会如何 敬请收看巨毒少年的烦恼 记录真实赴民生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567 在广东和湖南交界的地方 有一个名叫盼湖里的小山村 虽然这个村子十分偏僻 但在当地十分有名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村里 住着一位长相十分特殊的少年 这个少年的头非常的大 大的几乎与身体不成比例 因此同村的小朋友们 从小就不敢和他一起玩 害怕他认为他是个怪物 那么这个少年的头为什么如此大呢 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呢 瞧 正在病床上做康复训练的这位患者 就是来自广东省韶关市 盼湖里村的少年 陈文聪 虽然今年只有17岁 但是他的头部 看起来却比成年人的还要大 头大是病友们对陈文聪的第一印象 那么他的头到底有多大呢 74厘米 一般人的头有多大 像他这个年龄的话 应该在54左右 74厘米是指陈文聪头尾的长度 这比正常人要大上三分之一 那么陈文聪的头为什么会如此大呢 他的头是从小就比别人大 还是后来突然变大的呢 陈文聪妈妈所说的气门 是指小孩刚出生后 头上两块没有骨质的天窗 医学上称为信门 信门是判断新生儿大脑发育 是否正常的重要部位 凸起 凹陷 鱼漆未闭合 都有可能是婴儿大脑发育 不正常的信号 正常小孩长到一两岁 信门会自动闭合 而陈文聪两岁的时候 头上的信门却越长越大 看着孩子头部的异常情况 陈文聪的父母非常着急 他们抱着陈文聪四处求医 有人说这里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 那里好我们就到那里 陈太和的家 他位于广东和湖南两省交界处的大山里 十分偏僻 每次他带孩子出去看病 都要翻山越岭 爬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十分辛苦 当时我们就问了他 现在做个手术的话 要多少钱 他说这个具体我也搞不清 大概也是两万三万 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 听到这个数字 我们就没有去为他治疗了 两三万元 这在十年前对陈太和一家来说 是一个根本无法想象的数字 陈太和尚要养活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下有四个女儿读书上学需要花钱 家里经济十分困难 家里就主要是靠自己挣钱 养养猪 养猪这个价钱稍微好一点的话 一年可能也还可以收上个五六千块钱 就是这样子 不好的话就会一两三千块钱 不管是收上了粮食还是卖了猪 只要家里有点兮许 陈太和都要想办法送儿子去看病 或者寻找偏方抓点中药 但是他们就一直没能凑齐 做手术需要的两三万元钱 心里面有一个石头压着 有没有说想放弃过 实在没办法就也想放弃 但是心里还是放不下 也没办法自己生下来了 这个孩子是自己心里掉下来的 不治疗他也不行 了解到陈太和家的经济困难 当地政府部门也十分关心 他这个家庭我们也知道 首先就是纳于了农村低保 随着年龄的增长 陈文聪不仅头越来越大 而且双脚还不能走路 每次都需要家人抱进抱出 抱上抱下 陈文聪自己也感到十分烦 为了防止陈文聪腿部肌肉发生萎缩 一有空 陈大和都要为孩子进行腿部按摩 因为不能行走 陈文聪每天不是坐着 就是躺着 七八岁的时候 村里同龄的孩子都去上学读书了 他却只能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 没办法去上学 我就整整坐在家里 我心疼气的 我说我也想去上学 就是这个脚不能走路 为了能去上学 陈文聪一有机会就锻炼双腿 他经常让爸爸把他抱到窗户边 独自一个人扶着窗檐 锻炼自己双腿的站立能力 家里也是想尽各种办法 为了借钱致病 十几年来 陈文聪不知跑了多少医院 吃了多少钱包 可是病情就是不见好转 2010年秋天 陈太和决定 将家里养的十几头猪卖掉 出了两万块钱 送儿子到广州的脑科医院进行治疗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白的都是脑子里面积的水 这个白的稍微白一点的 这是脑子 这我们就可以看到 正常上我们的脑子很多 这个水是很少的 像个湖地一样在中间 一个小湖地形 现在检查结果出来了 陈文聪患了严重的脑积水 那么陈文聪为什么会患脑积水病呢 我们这个脑积也是能够循环 经过这个循环之后它能吸收 现在呢 就像它这个情况的话 就是一个根部性的 它这个整个循环通路就是被堵住 医生介绍说 肩肩肌形 遗传 感染 出血和肿瘤 都是应用儿形成脑积水的重要原因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断 小孩是否得了脑积水呢 肢体就很感觉到很硬的感觉 就是很紧很硬的感觉 婴儿脑积水的主要临床表现 婴儿出生后 数周或数月内 头颅快速进行性增大 同时头颅骨成圆形 额顶突出 前性扩大隆起 颅骨变形 头发稀少 眼球下旋 成落日状 广儿精神美离 头部不能抬起 严重者肢体瘫痪 行走困难 智力发言不全 那么 陈文聪的脑积水 会不会影响他的智力呢 一加二的一节 一加二 跟一六 我发现你普通话说得挺好的 是吧 这个谁写的 跟电视上写的 在采访陈文聪的时候 我们发现 他语言表达清晰 交流也十分得体 为什么偏偏在数学方面 能力这么差呢 他就形象思维 还都是可以的 但抽象思维不行 就平常变化 像数学 这就不行 那一加一等于体 他永远不知道 怎么办 医生介绍说 陈文聪抽象思维差 也是由于脑积水 长期对大脑形成的挤压 所造成的损伤 要想保持颅内压力的平衡 就必须马上进行 脑积水分流手术 分离管就 一端放在脑子里面 讲老实 一端放在肚子里面 这个中间呢 就有个法案 当我们脑子里的时候 使他在一个 这个压力平台 高到这个平台的时候 他就开始 扭到一定的水平以后 我们施定的这个水 这个压力 手术十分顺利 术后 陈文聪的身体 也恢复得非常快 那么这次手术 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呢 以前的头很重呢 经常这样 现在感到还像以前那么重吗 没有了 陈文聪不是已经做了 头部分流手术吗 那么他的头 为什么看起来 那样明显变小呢 他就错过这个时机了 最佳的手术 什么时候吃到这 报道就是 几天的小孩都可以 做这个分流手术 如果陈文聪在小的时候 就去医院 做了脑积水分流手术 那么现在 会是什么状况呢 那他就不存在这么严重 头也没这么大 脑袋也没这么少 就我们脑子 你们脑子也不会这么少 他的脑功能 也不会这么差 发现在脑有点大的时候 麻烦就去排便 去排便 如果要是 这样的时候脑积水 公主性脑积水 的话你做个手术就没问题了 真的做个分流手术 陈文聪头部的分流手术做完了 然而康复还尚虚实 接下来医生要解决 陈文聪腿部的问题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17年来 陈文聪的双腿一直伸不直 他待在家里 要么躺着 要么坐着 就是站不起来 更躺不上行走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的生活 不能自理 吃喝辣撒 都需要别人帮忙 因此 记者采访的时候 陈探何宇妻子非常担心 他们说 如果以后自己老了 女儿们又都出嫁了 儿子该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希望 儿子能够站起来 生活能够自理 那么陈文聪到底 能不能站起来呢 我们接着看 下面的节目 陈文聪在小的时候 腿部就十分弯曲 不能行走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脚它就像跳白点舞一样 脚尖是踮起来的 它根本就放不平 它这个力量 还是预约的不太平衡 同时的话 它有个喜气轻功 它腿伸不直 陈文聪 腿部弯曲 不能行走 这和他脑部的脑积水 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行 跟脑是有直接关系的 现在头部的手术做完了 如果能够让陈文聪站起来 可以自己行走 那么 他的日常生活就可以自理了 这也是陈太和一家人 多年的愿望 现在陈文聪每天都要去康复中心 锻炼腿部的肌肉 那么单纯的锻炼 能够让陈文聪站起来吗 手术方案定下来了 然而陈太和和妻子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们再也无法筹集 手术所需要的几万元医疗费 考虑到陈文聪家的实际困难 当地新农河特事特办 优先为陈文聪报销了 以前的医疗费用 他总共产生费用八万多块钱 我们就按政策已经报给他 三万六千了 拿到新农河报销的三万六千元后 陈太和偿还了许多到期的债务 他说这些借钱给他的亲戚们 也不容易 当地民政部门考虑到 陈太和家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 决定给予他特殊照顾 给了他一个大病医疗救助和慈善会医疗救助 这两个方面来帮助他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 陈文聪做手术所需要的几万块钱还没有凑齐 医院领导决定 免费为陈文聪做腿部手术 到目前为止我们投入在 文聪的治疗上的费用已经超过了十万 我们医院还是尽用自己的责任 努力先往前走 不要让 由于资金的问题 让孩子有太大压力 让他的父母有太大的压力 费用问题终于解决了 11月23号 陈文聪再次进入手术室 那么他这次的手术会顺利吗 因为这里面有个钢板的 你现在就要注意一下这个血运 这个血运 你看看他如果说 算发黑呀 发污污 发麻呀 这马上要跟我们讲 考虑到陈文聪身体的承受能力 医生这次只给他一条腿做了手术 另一条腿的手术 等他身体恢复以后再做 然而就是一条腿的手术 陈文聪都疼得受不了 你看他现在也是相当愿意积极地做手术 可能他最终的愿望 我们也希望他最终的愿望 能够站起来 就能够自己走路 在护士们的细心照顾下 陈文聪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只要应有时间 他都要去康复训练中心 锻炼自己的腿和肌肉 陈文聪的康复训练 如此辛苦 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他的脚以前站不住 现在他做康复训练 站得直了 我们看到他很多信 祝他走路康复 这要病治好了 你想做什么动作以后 有什么理想就是 病治好了的话 定一个我就想 想先去读点书 挣了钱以后就去 就去 为我爸爸妈妈以后麻烦 到现在的话呢 他还可以 扶住东西 没有想回想 最近这两阶段时间来说呢 我还发现他能够自己 算了一下子的话 他做好准备了 可以伸手站上个四五秒钟 陈文聪来的时候 是绝对不能够走的 现在他是飞着车 是能走的 那个进步 不但是说 一点点 那个就很大了 真是太不容易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几个画面 陈文聪双手抓住窗台 想站起来 但双腿就是不停使唤 不停地发抖 然而现在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 做了手术之后 陈文聪不仅可以站起来了 还能够扶着东西走几步 这已然他的父母 似乎看到了希望 其实我们很为文聪一家惋惜 如果父母早点发现征兆 早点就医 文聪就不会受这么多罪 在这里我们也要吸取教训 在抚养孩子的同时 一定要细心观察 孩子的成长中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变化 我们也相信 凭着文聪的非凡意志 和他对生活的渴望 他一定能够和正常人一样 站起来行走 我们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新年将至 为了清除公共娱乐场所里的火灾隐患 沿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消防检查人员 来到公共娱乐场所 为大家安全过年 扫除火灾隐患 在一家令歌厅的包房内 令歌厅的工作人员 用透明胶布将烟杆报警器 粘在了房顶上 那这样的报警器 还有作用吗 消防人员随即做了个实验 虽然烟已经达到 可以报警的浓度 但是 报警器的烟杆装置 并没有起作用 安全提示 烟杆报警器不能被物体遮盖 如果发现报警器脱落 请不要私私处理 加油站 大家并不陌生 可是您知道 这里都有哪些安全隐患吗 这位司机师傅 在加油期间忙里偷闲地抽上了烟 检察员赶忙上前 及时制止了这种行为 加油站属于一言一报场所 油料挥发出的可燃气体 与空气混合后 预明火和电磁波 亦发生爆炸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师傅 汽车停在加油机旁 打着电话聊起天来了 这样也可以吗 在加油站内严谨吸烟和接打手机 原来打手机虽不会产生明火 但是它产生的射频电磁辐射 仍然会与可燃气体和空气混合 并发生爆炸 安全提示 在汽车加油时 一不要吸烟 二关闭发动机 三不要打手机 好了今天故事就讲完了 今天又讲收拾的问题是 达队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女孩腹大如骨 父亲往上求助 无数人积极响应伸出援手 手术在即却突发状况 大肚女孩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她的人生会有怎样的转变 敬请收看大肚女孩变身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